我们再回到内塔尼亚胡的表述上 你看他说这周做了很多事 然后有一个不完整的列表 但是不能够全说出来 他这个预言又止 给我们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不完整的列表 是不是外界盛传的 所谓摩萨德的一个刺杀名单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都说出来 他之所以说不能说出来 并不是说他要为自己的 做的这些事情来掌握 而是说这个事情 等于是对手的一个警告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所谓这个暗杀名单的事情 暗杀名单会是 这个不完整的列表的一部分 但不会是全部 也就是说 以色列在特朗普下台之前 对伊朗的打击 不会仅仅是 刺杀伊朗的一些军政要员 包括科学家在内 他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破坏伊朗的基础设施 甚至直接破坏伊朗的 一些核设施的这个通讯 去这个用网络战的方式 去入侵伊朗的核设施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列表 不会仅仅涵盖 对伊朗的军政要员 进行所谓的定点清除 第三个就是 这个所谓的暗杀名单 它会包含多少人 那么现在已经有军人了 也有科学家了 那么未来就不能排除 有伊朗政府的民事的高官 那么如果以色列 把打击面扩大的话 那么实际上 就是要迫使伊朗 在报复和容忍之间 做一个两难的选择 这个是以色列 对这个暗杀名单本身 他所蕴含的这个 他的这个考量 主要就是这个 第四个